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Belisha 我是Bricilla 我是Ethan 对,今天和Pernilla终于好说歹说 终于又上了我们的节目 应该要跟大家来见一面,对不对 之前有朋友在那儿留言说 你们情侣庄啊 对,我们是情侣庄 所以今天是平安夜 来给大家带来这样一期节目 跟大家讨论一个最近特别流行的话题 我都感觉我好像七老八十了 就突然出来这样一个话题 我好像有点很难接受的感觉 就是最近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叫做Metaverse元宇宙 我很惊讶的是我跟我妈视讯 我妈都知道什么叫元宇宙 对,像我妈她好像也知道 就是有听过 你妈也知道 对,然后好像就是老一辈的人特别喜欢 也不知道 反正现在这个东西就是 每个人都在讨论 然后每个人都在讲 你有听过什么元宇宙的东西吗 嗯...没有啦 可是...我觉得... What a conversation 我就上网查了一下 说元宇宙它到底是个啥 那Google一下呢 它给出最直接的答案 它就说元宇宙啊 其实这个呢就是建立了一个 跟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 类似这样的MATRIX那种 太克地博 太克地博 你说的是那个电影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那个电影呢 是我太小太小 基本没有记忆的时候 好像看过 对,所以我就是基本不记得 我觉得可能是老年人 大概会记得那个内容 到底是在讲什么吧 但是我是记得里面 男主角是非常帅 我非常喜欢 我只记得他的脸 别的我什么都不记得 哼 好了,反正就是这个元宇宙呢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虚拟世界 也就是说我 我可以进到那个里面 去创建一个我 那创建一个我呢 我可以选择叫什么名字都行 我也可以选择 我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在这里面呢 去过我的一个人生的东西 所以这个里面说 元宇宙它基本上 具备八个要素 第一点呢就是身份 你是谁 第二点呢就是说朋友 你是有朋友 还有一种就是沉浸感 你不能让人感觉说 这个东西特别假呀 对不对 你进去了 你说走在街道 它就是走在街道 你不能让人觉得说 这东西假来假设计 那没意思了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呢 低延迟 你跟我说句话 我马上就及时听到 不可能一分钟以后才听到 那延迟的有点太远了 还有一个就是多元化 多元化这个词 我们一会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多元化这个东西 现在实在是太奇怪了 还有随地 就是你在哪里都可以 还有经济系统 也就是说它里面用的虚拟货币 现在已经跟现实中的这个货币 已经搭上了桥梁 还有一个就是文明 就是里面会创造自己的文明 好那基本上 大概就是这八点 对不对 对啊 那等于就是要创造一个世界就对了 对 它是有点像是玩游戏那样 就是你创建一个角色 然后你把自己认名 然后穿衣服 只是说现在你可以好像真的不需要在电脑前面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 就你看很多人像我上初中的时候 很多家长都担心一件事情 就说哎呦 我们家还听见去网吧 晚上都不回家了 为什么 说因为说打游戏啊 打都打疯了 但是你想那个时候只是一台电脑而已 那你在那个电脑里面 你可以有一个小人 你看着跑 那他的体验感其实非常不好的 因为有很多画质是非常低的 而且你真的很难把里面那个小人跟你自己 做上一个什么真正完全的连接 就说这个人就是我 之类的这种东西 但现在应该是非常好的体验 因为我以前也会就是玩那种线上游戏嘛 但是我我很没有耐心 就是他什么要升级啊 然后弄装备那些的 我就是完全没有想要去做那件事情的人 因为我觉得 然后别人说什么 你在这个地方 然后你可以是当一个Org 你可以当一个绿的什么兽人 然后你可以当什么不同的种族 那大概就是类似像那个样子 但是那个角色就是你 那你可以有多个角色吗 哦应该是可以的吧 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创建不同的账号吧 就是你如果说你人的这个 像我们现在的话 然后你有什么精神分裂的话 你在里面你就可以有 你可以有四个头哦 那为什么很多教会会开始支持元宇宙呢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教会 开始去这样大力的推行 说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我们的 要在那个地方建造教会要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 你们觉得呢 我蛮傻眼的哦 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那个就是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想法啦 嗯 对但是其实也不意外了 你想想你就会知道哦一定会有人这样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我还蛮意外就是说他们动作很快 然后去大力的提倡这个东西 你觉得呢 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单纯的想说哦你可以用这个新的东西去传福音 可是我觉得他带来的伤害可能比传福音更大吧 因为你平常人跟人见面你都不会想要去传福音了你怎么会觉得进到一个不是自己的人你就能够去传福音啊对 所以就是总结来看哈我是认为说这个为什么就会想要进到原宇宙里面大概基本上有两个原因哈 第一点就是说哎想要进去传福音就像你刚才讲的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有人说说这个对圣经的学习很有帮助啊比如说你看我们可以做一个像什么以色列的那种环境啊 你知道吗你进去了你就置身到那个里面了比如说像什么那个圣殿建的什么样你就可以这样进去看呢或者什么什么就是对圣经的学习有帮助了那我目前为止了解到的是这两点哈那第一点就像你刚才讲说进去传福音这个事情到底实际还是不实际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很好了对不对就想说哎我们要把福音传遍地极啊啊不管是在元宇宙里的人呢还是怎么怎么样呢年轻人往那去我们也往那跑啊我们就圈在里面跟他传福音呢你觉得怎么样这个可行不可行 我个人认为是完全不可行的啊其实有很多这种数据出现对因为像说呃那时候Facebook出来的时候也是说哦我们可以用Facebook传福音要传到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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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Myspace出来的时候我们用Myspace传福音哦我们终于可以利用什么微信 进入中国大陆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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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哦我们不用真正去那个地方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去但是实际上的数据就是显示福音就是要面对面的去传对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做节目其实是一个非常limit的一个东西因为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传福音那Metaverse这个东西你要用一个假的你去对一个假的另外一个人去跟他传福音 本身都是假的了你还要去跟他传什么福音而且在里面的话像Facebook啊任何的这个东西你发了一个什么祷告文啊或什么之类的马上就被一堆什么其他东西洗掉不是被什么那个你朋友小孩的照片啊不然就是被你朋友最近出去玩啊不然就是被哪个很想红的那个网红拍的什么性感照弄掉可能可能我看都是这些吧 你的交口球都什么样的人啊我没朋友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你还想用这个东西传福音那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的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会有这么多教会会去支持这个样子的东西明明数据已经是那个样子了对而且你知道还有一点就比较好笑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在里面呢他其实你是就是那个人物在元宇宙里面其实你有一个功能可以用就是瞬间移动 怎么用啊对也就是瞬间移动就是就跟玩游戏一样你在这个场景你就进来了突然面对面来个人说你想认识耶稣基督吗这人脾气好点的他就赶紧瞬移他就移走了他要脾气快点的他就骂你两句我跟你讲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像人面对面这样去传福音我们一直说想要说那个在网上包括我们现在直播或者我们zoom meeting等等其实大家如果来看的话 这些服务全部都提供给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有多少人是因为你在网上的线上主日直播而信主的有多少人是因为他没信主他参加了你教会的zoom meeting然后他就说我要受洗顾到主耶稣基督的名下有吗朋友们你们有认识这样的人吗这些服务全部都是提供给像我们已经信主的像我周天没有办法去主日所以我网上看一看像疫情了大家害怕COVID 所以我们线上大家弄一共然后为了避免这种东西或者大家不愿意开放自己的家了所以我们在线上这样去交流弄一弄所以像这种元宇宙里卖的东西真的会要进去传福音吗我认为也是不太现实不太可能的而且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元宇宙是需要带着东西吗那如果你眼睛就是近视那你怎么看你跟谁传福音近视可以看很紧的 不知道问题是你比如说你身体骑机你进去嘛然后他叫你按那个选项然后你也不知道你在按什么然后你比如说你想要打字你想要讲话你怎么打你怎么去传福音这种我觉得是很limited的而且对啊我觉得不会是limited然后我觉得他会有更多就像人跟人见面这个样子的东西只是一切东西全部都是假的我打个比方嘛例如像说现在我们用这个样子的方式 去播节目然后Google就可以禁言我们了他们那时候要禁你的话多简单他直接就把你这个人物就删掉你刚才说朋友你想认识耶稣基督吗哗了你人物被消失反正我觉得当你把这个神的福音交给科技去弄的时候只会有更多的人离开教会对只是会有更多的人离开教会那第二点就是说的说这个对圣经的学习有帮助比如说这个可以 身临其境啊那个你可能比如说一进去了一看一帮人在那健身店啊你看到他们你知道吗他们会大概弄成这个样子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圣经写的东西的话如果说你对上面写的东西没有兴趣的话那你看到也会有兴趣对就像你去法国旅游如果说你本来不知道说法国那个地方的历史然后那些雕像在干什么然后呢法国大革命等下等下等或是你去意大利旅游 你不知道那些神的那个雕像的名字然后这个神代表什么东西你根本就完全没办法去了解说这在干什么然后你看到那东西也就只是个很漂亮的风景而已那么可以在里面然后看到什么以色列怎样怎样怎样啊大卫怎样弄哥利亚然后这个什么什么蛇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新耶路撒冷降临啊什么好像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但是第一个那些都是人造的而且会对 真实的历史会造成偏差对那时候的历史就是说元宇宙上面就这样写的啊但其实就是跟当时真实发生的场景会绝对是有出路的对那么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个你如果不了解圣经的话你就没办法去了解他你看到的东西是什么你想想看你完全没读圣经我打个比方啦像说四世纪这种很多人没读过的东西你突然一踏进去然后你就看到什么Epsilon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 你就是我没看过啊我个人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行的对你觉得呢我就觉得还蛮好笑的吧就是你宁愿自己亲身去体验然后你去因为说真的就算创造这些情景的人他也是靠着他的想象力去做那这件事情并不一定真的就是这样子对对啊比如说你看很多时候我们拍就是拍了很多电影圣经的电影那每一个去诠释的角度 都不太一样那你怎么能确定说哦这个就是从圣经来的除非你真的去了解圣经那你说如果有一个没有信的然后一个人要说嘿你要不要去看这个地方然后这个是什么可以生离其境感觉以色列的历史结果那个人做这个历史的人做的是错误的那导致说你带这个人去看的他看所看的东西也是错误的到时候他那个就变成中国版的圣经那个寄你出来的时候 耶稣就拿个手啪啪啪打死了那这样怎么办对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出来的话很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种虚拟的东西会完全代替圣经是没有人会要去看圣经了没有人会要去看神写的话语到底是怎么样了其实包括像我们现在读圣经很多时候你不能光读中文的合格本嘛因为有的时候你会理解有偏差呀你会看不太懂他到底说什么所以最好是说有能力的就是中文跟英文这样对比着来看嘛 如果那还更有的人说为了了解他的原文到底写什么还专门去学希伯来语所以这都是对学习圣经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种模式出来的话一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倒退而且我本人是非常反对好像用一种把圣经弄得很好玩的一种形式去读我个人是非常反对这种东西因为神的道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本来就可以吸引人的你不需要把它弄得花里胡哨的 好像教小孩ABC一样你把它弄成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去让人去学圣经好那基本上这个我们看到原宇宙出来的话它其实会导致一些问题了就是我们不光光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说这个教会到底要不要做原宇宙的问题其实这个原宇宙的诞生对我们现实的每一个人包括价值观包括这个社会的观念都会导致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人们可以在里面做一些他在现实生活中不敢做的事情 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Avatar然后你不用负责的话然后你知道你杀了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会反而活起来的话就像你打电动一样常常是Counter Strike或是什么拿个枪然后拿个当你是弓箭的时候拿个弓箭就把人家打死你在原宇宙里面你就会愿意会做这件事情那么像你看那个刀梦空间里面那个它现实跟里面分不清楚的时候我觉得Yeah这个东西好像很多东西都已经演出来了就像你刚刚讲的打电动 你讲的那个还我觉得比较轻微了因为现在就有那种电动专门就是你进去就是杀人放我对对啊你说像这种电动里好像从来都没教过你干好事什么进去扶哪个老奶奶过马路对啊推倒他对给你什么十个金币从来没有你玩过那些游戏全部都是什么我曾经玩过游戏好像还蛮有名的但是我完全想不起来他叫什么了一个在里面的你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然后看起来就妖魔鬼怪的一张嘴那个哈喇子可以留很长然后你可以选择你有几种攻击式的武器所以我就选了那种大爪子他就是叫你杀人的里面就是你站在那个纽约时代广场他那个纽约时代广场一比一啊跟纽约时代广场做一模一样啊你站那个楼上面你就往下看全部都是人你那个人在里面根本就会无比的你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办法就死掉 那么高楼我就夸一下就跳下去了跳下去说他就上面说请杀人然后然后还会告诉你说你去杀警察你去砸警车啊给你多少分然后你会进到那个店里面把这个店给烧了怎么没有一个游戏是教你干好事的OK哪有哪个游戏告诉你说啊礼拜天去教堂主日聚会给你十个金币读这个圣经经节您可以得到十分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个网络事件说白了现在网上玩这些 游戏到了元宇宙里面他基本上就是变成了一个立体的东西在里面传达的概念只会更加邪恶不会更加好里面肯定就是淫乱的东西对吧现在大家都上那个黄色网站去看那个你当时现在哪3D啊你还黄色网站你就进去走走对吧反正大家就觉得这是游戏嘛没关系嘛对吧淫乱的东西会在里面杀戮的东西会在里面你可以今天爽了我就去点个汽车我就是杀个警察干嘛的在里面你就到处跑 反正你不用负责反正里面杀人都是假的嘛还有个婚姻我们现在玩那个游戏里面都可以有结婚的制度对不对可以男跟男女跟女的其实现在有很多情侣会为这种事情吵架人家那男的打游戏你就说怎么还打游戏啊赶快睡觉啦那不过这样或许世界就变正常了就是他们这些人就可以上元宇宙然后去做他们的事情然后我们平常就做我们的事情所以说元宇宙的去元宇宙然后愿意过正常生活过正常生活 所以就让那帮人去玩他们就好了哈因为婚姻你可以在里面结婚不管你现实生活结婚没结婚你就反正我玩游戏嘛对吧我就跟他去领证了我可以十个人一起领证对吧都是有可能的还有里面就是有个模糊性别嗯我想当男的想当女的里面搞不好还可以选说我是num binary或者是什么呢 比如说外星人我是个蛇的脑袋什么的那Facebook现在就有了啊所以就是你可以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哈那就导致了道德标准模糊了嗯你是不是能杀人你是不是可以可以在里面随便的乱性随便的那个什么你是不是可以去看多少人才能做什么什么东西你就可以身临其境去看还有一个这是其实是一个什么呢建造巴别塔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巴别塔嘛对大家都知道吗造神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东西就等于就是全 全世界的人可以合一哦可以去做同一件事情哦全世界的人都在元宇宙里面然后呃 language语言是共通的不管你是在柬埔寨的人还是你在那个不管你是家里很穷然后你不管你就住阿富汗平常的话我们不会去那个地方但是现在一台讲话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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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google translate就是嘿你直接跟你就反应好了对可以实时无限的这样通话 或许文化会特别的就是容易交流吧不过各位要知道就是就像我们学每一个语言一样我们一开始知道的一定都是脏话啊你不用你不用想你会在上面学到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圣经会在里面教我敢保证不会有人去听而且其实很有可能是会被扭曲是平常在教会你妈逼着你你都不会去那个了你去里面旁边就是脱衣舞厅 然后这边又是可以杀人然后这边是你会去教会去线上教会去听刘子俊讲话 对所以你看 想个美 对所以你看其实这种metaverse它给了你一种能力给了一种功能就是我可以创造你可以创造whatever you want 我可以创造什么都行我哪怕在里面我就起个名我自己就叫神我就叫耶稣我给我自己建一个圣殿对吧 然后走到哪里下去想干什么都可以啊啊所以就是这个时候呢是会模糊一个人跟神中间的一个界限就是人本来其实真的就已经很骄傲认为自己很厉害我什么都行结果你进去之后你就觉得说好原来我真的什么都行但是大家往往没有意识到说人不能创造只能制造神把那些树什么的创造出来了我们只能把树砍下来制造成一个椅子一个桌子盖一个房 好所以在里面呢是给人完全一种可以去见阅神的那样一个位置可以把自己封神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这是玩火呀 那教会真的要一直使用新的科技来吸引年轻人吗对不对 对就是我们每一次只要有个新东西出现然后教会就全部一窝蜂的挤上去就是说我们全部一起来弄这个东西啊年轻人喜欢年轻人喜欢 我觉得这样子到最后就可能会变成一个靠着感觉走的时代就是哦我今天觉得好刺激哦可是读圣经认识神真的是要寻求一个刺激感吗还是说我们是真的想要去了解真理那我觉得当你一直去寻求一个事情就好像比如说吸毒好了你只会越吸越多因为你一直想要追求那个快感对吧 可是你没有办法就一旦停止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变成好像没有那么多吸引力或者你需要更多你没有办法再找到那个高潮感可是如果你是一步一步的真的去了解说真理是什么那我相信说真理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真理是可以呃去真的打从心里面去了解到自己了解到自己为什么被创造 然后了解到自己在呃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目的你觉得为什么教会要一直用世主做这个事情哎就是大家都是想为了那个福音的缘故嘛都是为了神的缘故嘛就觉得说其实现在这个基督徒有点断档啊就是尤其是到了年轻人这个世代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说实话基督徒真的不多然后真的能稳定去教会然后真的能够认真学习圣经真理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啊 哪怕是受洗了之后可能一受洗了人马上就不见了就被世界去拉走哈所以教会呢一直是想很多办法就说啊我们要跟这样的人群去贴近我们要跟这样的人群去当好朋友然后我们要让他们这样认识神的真理哈但是其实你说通过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够吸引年轻人就是这种想法是好的就是你想要把福音传给更多这样的群体嘛这种想法是很好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做到我认为是不能的因为年轻人会一直去做那些事情 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是空虚的包括像我们以前没信主持人那都是我不说你们我就说我自己啊那真的是行为非常非常恶劣的人哈I speak for myself对所以那是非常非常那个带着罪啊那些的人为什么因为一直觉得心里不满足什么东西能满足我我是一直去找那些东西我以为这些能满足我我以为我以为不能我是到了教会之后我才发现这里怎么是世界上的一股清流呢 教会要做的是教会教会要跟随的是神不是跟随年轻人的欲望教会要教导的是年轻人然后帮助他们找到他们自己的命定而不是把自己弄得好像很酷然后最后只能妥协那么很多教会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接受了同婚然后什么线上聚会然后开明星的演唱会我就像我就去过那个林书豪的那个东西然后我也去然后那个林书豪那个东西开始了之后然后吴建豪就在前面跳舞对吴建豪也是纪书是吗对啊 然后他不是出了一个歌叫命定吗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是教会吗但是其他人看了就很酷但是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会怎么样觉得啦 你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很酷耶我想要认识神还是说这个教会很酷耶我可以认识这些明星我可以认识林书豪我可以认识吴建豪这样子反而是扭曲了把人带进教会的一个目的对 对那再者啦我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哦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对错原来这个世界上是有真理原来这个世界上原来我是有目标的那是这个东西吸引了我不是吴建豪不是林书豪我没有因为看了那个林书豪之后那个特会我就信主之类的我反而现在看到我我还开始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就觉得说吸引我的是正直然后吸引我的是圣经里面的话吸引我的是圣经教我们做的事情吸引我的是神本身不是那些外加上面出来这个东西然后不是什么我教会可以做这个我教会可以我教会请得起这个牧师我教会请得起那个牧师如果说圣经没有办法吸引你的话那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 如果说你要一直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像吸毒一样让这么多的东西来刺激你感官的刺激的话那你或许你要真的把心思放在圣经上面因为圣经是一本非常非常有趣的书如果说你觉得原宇宙可以帮你更认识圣经的话那就表示你根本不认识圣经 这些没有办法帮助人更认识耶稣反而是扭曲了基督教的整个法律整个律法那教会需要的不是元宇宙而是要回到圣经年轻人会离开教会不是因为教会不够吵不够好玩是因为教会没办法给他们在他们在寻找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命定然后或者自己的人生目标只有人生有目标的时候才有意义如果教会也失去了目标的话那教会也失去了意义 对所以就是我们在这儿作为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的确觉得这样并不是一个 我说自我自己的 我算是中联的 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我的确觉得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传福人的方式反而会因为好像想法很好太过于单纯而进去之后无法自拔 所以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说人生是要有目标是要有意义 会进去的那些人他们的人生没有目标没有意义就像我以前一样 我真的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是因为我读了神的话之后神的话真的鼓励了我然后知道我被创造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才真的去做那些东西所以你说像这种东西元宇宙现在已经开始了很多的公司在里面已经开始买地 很多的公司已经开始进去然后把钱这样去交换 已经开始啊买地买什么地买什么地买什么地那地都开始涨价了进去你要买建筑了很多教会也已经进去卡位啊买房是的啊是哦你是说虚拟的地是啊啊所以呢像这种东西已经开始了 OK怎么了没有啊我只是觉得很惊讶不是你就像你玩一个线上游戏然后你还要在呢因为因为我觉得他这个东西是跟线上游戏 其实概念来讲是差不多但是他有明显的一个提升因为他里面的虚拟货币跟现实中的钱币章结合起来 他不只是说一个玩游戏的这样一个概念了对他是更加serious会产生更多更多问题的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呢你说这种潮流来了 我们要不要妥协其实对于我来讲随从就是等于妥协了就好像我们之前有讨论过一个问题啊就说这个疫苗护照哎出来了说你不打疫苗护照你就不能去吃饭你没有疫苗护照你就不能去干嘛干嘛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不需要弄一个假的疫苗护照啊来那个帮助我们去打到那些目的如果我真的去拿了一个假的疫苗护照这个就已经证明我同意 政府使用这样的方式来运行我同意政府可以强迫人打疫苗我同意我去饭店吃饭我必须要出示疫苗护照不然的话我没有资格去这证明我同意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弄一个这样假的疫苗护照来顺服这样的机制吗我们是真的要去顺服元宇宙的这样一个东西我们要进去开一个教会然后我们要顺服这样的机制吗就我们的社会到底需不需要变成这个样子我们同不同意打开这样一个破口 让撒旦来侵蚀对吧所以我觉得真的能吸引人信主啊不是说你把教会搞得像夜店一样像KTV一样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反对把教会弄得好玩我个人也是非常反对啊尽管很多都在这么做那如果要是有因为这种方式信主的那也是好了但是我个人是比较反对就是说弄一些不是以神为中心的活动了 就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玩或者来干嘛只是为了吸引年轻人说我们教会很好玩啊然后你来啊其实我是比较反对这些东西因为这种东西真的大概率不会让人去抓住神了而且我说真的啊很常听到就是某个教会的牧师讲话很风趣某个教会的牧师就是在台上讲话很好笑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常常去听他们的这种东西真的讲的都是没什么重点然后没什么 那个东西我觉得牧师如果说你是要牧养人的话你不是上台去当一个小丑去吸引那些没有必要或者是脱口秀演员他们就是上去然后把这个当一个节目上去看我如果我是耶稣的话嗯怎样怎样就是你常常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牧师没办法让你认识你自己然后认罪悔改然后让你真的知道神是什么的话 那他说那些花俏的东西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他就是一个在你身上让没有办法让你成长阻止甚至阻止你成长的一个人对所以你说像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真的在教会里面需不需要存在因为真正能吸引人的是神的真理跟神的道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说实话这些花里胡哨东西世界上多的是了我干嘛要去教会里面听我要是听这些好听的好看的花里胡哨东西凭什么你在里面夹一个衣服 耶稣啊对吧我如果要真的去教会教会再怎么弄我告诉你不会弄得比世界上的更刺激更好玩这个是绝对不会年轻人去追求那些东西就是因为心里空虚找不到神他们也并不需要去到一个像世界但是又没有世界好玩的地方去找神所以教会要做的是神的代言人是一个完全跟世界不一样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没有虚伪的只有最真实的神的道在这里面所以你说大家我们现在都 都已经习惯了在网上聚会对吧已经习惯在虚拟空间里面见面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好奇啊我们都已经可以在躺在家里什么动作为什么你还要出门为什么你每个礼拜要打扮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你要去到教会里面敬拜神我们都已经可以不需要出门了为什么你还要在做这种事情为什么你还要与人要真实的在现实生活中的接触还有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是会引起他们真正去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 他们才真的觉得说为什么基督徒跟别的人不一样为什么基督徒不会沉浸到元宇宙里面为什么所有的公司开会全都挪到元宇宙里基督徒还是坚持去教会里面去敬拜神然后跟大家这样的见面然后坚持小组然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爱是这么多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真正能够吸引人而且是能够引起人思考的地方我觉得很多东西很多刺激 比如说你去夜店网还是去世界网也是好可是到最后你心里还是很空虚跟那个空虚感你可能会更多那我觉得就是与其吃蛋糕你倒不如吃真的食物对吧like then eat cake那种对啊就是你看花里胡椒不就是一大堆Icing啊看起来好像很漂亮可是真的会饱吗不会你只会胖而已很如如煮点菜式对我觉得元宇宙这个东西呢 真的只是会害的教会而且如果教会踏进去的话如果教会也跟着在这样子这样子一堆一堆我们本来就已经在讨厌这些大科技公司了你现在还要再加入到他的里面如果教会没有办法从中间就是我最近常讲这一句话就是每个教会都要突破每个教会都要跨越每个教会都希望变得更好但是更好的什么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变得更像耶稣我们要变得更好我们变得更好是我们更遵守我们的律法神给我们的律法而不是我们变得更跟世界一样元宇宙这个东西还有你把教会弄得很好玩或是什么之类的然后你以为这样子可以吸引年轻人其实只是把教会当成一个training ground然后让年轻人进去了之后他到时候可以到社会里面 然后到世界里面的时候他不会觉得很陌生为什么因为教会都一样那当你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教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说你的教会是建立在所有人的感官刺激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你以为你是去那边传福音其实你根本什么都传不出去Facebook传到了多少福音有多少人因为看了Facebook然后信主的YouTube传了多少福音没有会传到多少福音 除非你真的是像我的频道也是那个人留言给我我一定要跟那个人亲自的讲电话然后呢传讯息然后呢甚至视讯然后呢就是帮助他帮他祷告他才会真正的传福音他才会真正的去找教会不是说你今天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然后你看了别人之后然后别人就会相信你既然别人看到你都是假的他为什么要相信你神既然别人看到你都是假的 为什么可以证明说你的神是真的我觉得基督徒千万不要踏进metaverse里面那么我也呼吁所有的牧师不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要做什么事情是你的自由你要怎么样传福音你觉得这个很好是你的自由但是你真的要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不是要变得更像世界而是要变得更像耶稣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要跨越有的时候我们是要回到圣经 是所以回归圣经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绝对不会为了妥协为了花里胡哨为了更加的好看所以把神的福音弄得不像福音我们这一代要做的是回归圣经这个可能看起来很老套为什么年轻人会做这种事情因为神的福音不需要所有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去给他加持更不需要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世界才能够传出神的福音我们是要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回到圣经的本质神的真理世界的人才会看我们不一样世界的人才会想要去了解你们的神到底是谁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让我们呢借着这个圣诞节这个时候可以真的亲自的走出去而不是通过网络来邀请很多的朋友来到家里面一起享用圣诞节大餐对不对 虽然这一天呢不是exactly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但是我们可以按照这个世界好像说这是圣诞节我们来给他们讲耶稣为什么会诞生耶稣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面留了他的保险来拯救了我们所有人的罪让我们获得永生的生命让他们来真的认识耶稣这个是我们真的身体力行可以去做到的事情啊在这一天关怀非常的棒邀请人一起聚会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福音的方式哈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是弗丽莎我是弗秀娃我是依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四季快乐 我们下期见 ca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